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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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好 你就播着 我们就先走吧 你好 拜拜 你走吧 我想跟人家 我还想跟人家待着呢 你真是 谢谢 我们带着吧 这个小孩是你粉丝 对 我在这儿显得很多鱼 真的是 要不是给你钱了 我真是 我俩穿的一样的鞋 当然 这个很好看 对不对 你多赢了 阿迪 行 阿迪的这个 不错 我们今天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 其实已经在阿迪达SNEW的公众号上 看到了我们一个发布话题 就是这个 你最想在超超超懒直播间看到什么 然后如果之前没看到的朋友 现在可以去微信搜索阿迪达SNEW的公众号 关注我们 然后我们有一篇最新的推文 叫超超超懒直播来了 我都懒得告诉你们 然后点开我们的这个文章之后 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在现场抽取两轮的热门留言 这个热门留言呢 热巴和弹总会分别给粉丝们完成一个心愿 我感觉你这个热巴和弹总三个字 完全就是照顾我情绪对不对 为什么 我不太相信有什么粉丝的心愿 需要我来完成 谢谢 谢谢 我们总还是有一些脱口秀演员 对吧 非常希望完成一些心愿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玩什么呢 就是具体玩一个泛缆的事情 还有游戏玩 对对对 然后你看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超大的扭蛋机 然后据说这个扭蛋机里面有很多 上面这个梗 人家给个特写 上面这个牛蛋 牛蛋 谁干的 出来 是客户吗 没关系 很巧妙 可以 那里面有很多游戏 对吧 然后我一会弄出来什么呢 然后大家就要玩这个游戏 很简单对吧 行啊里面那个人出来吧 不是 根本就有这么高科技吗 我们这是公开透明的好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玩的这个游戏是什么 这个游戏叫恭喜你开启的当然了环节 当然了 对必须在这个游戏中接到扭蛋的人 必须要在三秒内用语言攻击对方 好 我也要参与 扭蛋 人马一点都不帅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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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一点效果都没有 扭蛋 你看刚刚那个忘掉好不好 突然出现魔法 可是我有什么资格攻击你们俩 我觉得我攻击完你们俩我会被攻击的 没事 你觉得我有什么资格攻击人家呢 我们只能 对不对 那咱们攻击 当然也不能攻击客户 你有没有任何可以攻击的点 非常好 是 就是游戏规则热八戏应该也了解了吧 但是不了解咱俩可以假装玩一下 行啊 熟悉一下流程 来来 就是 来吧 嗯 蛋 蛋在你手里你要传给我 然后我说 当然了 哦 这就像一个鸡骨传话一样 这要刺激时间限制 杨蒙恩 每天 睡觉之前 都要 吃 吃蛋 来吧 当然了 作为李诞家的员工 不吃蛋怎么行呢 对 不管我胡说八道什么 他都接过去 对 李诞 每天睡觉之前 都要给我下蛋 当然了 是不是想瞒 表面上 看起来我是一个人类 其 没有 他说下的是我们蛋黄哥 每每每每每天睡觉之前 都要给蒙恩下单一些 我们阿迪达斯的衣服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客户满意吗 还可以 来吧那该你了 该你跟热巴玩了 那我们就三个一起 你好 你来好好玩 没事 这样我们会尴尬的 我 没事我主要是不太 不是不敢说他什么 行行行 你来吧 哎可以 咱们就这样传 永远闻不到我传给他 瞎说人家安排的是这样传 是吗 我不管他们怎么安排的 你来 你来 行完了 你这是你 大家可能不认识的朋友给介绍一下 杨闷那是这一季脱口秀大会 刚刚出道的一个脱口秀演员 他的在娱乐圈的生涯了 他差不多就到今天为止了 看一眼少一点 大家珍惜好吧 来吧 你要跟热巴说什么 好 那就正式开始了啊 我觉得 杨闷的脱口秀比李淡的好笑多了 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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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当然了 当然了 然后你可以再传给他 说句话我都没听听了 门门穿 穿上你有的衣服没我好看 这这当然了 这个不用玩这个游戏 当然 我来一个我想一个 DK射射巴的眼睛没有我的大 我输了行不行 真的 当然了 当然了 嗯 但是迪丽热巴的眼镜最好看 哎呀 真是 当然了 这个就是炸弹 这个就是个炸弹 真真是 啊该说什么呢 嗯 你也可以传给他 不用非得传给我们 你们就都扔给我吧 我这 我这 当然了 还没有 我就想 我也觉得想到吧 就是 DK射巴对杨门无话可说 哈哈哈 明明是想传给你了是 呃 你比我还懒 好 当然了 你懒是至理所应丹的 当然了 那我要看你 李淡你就没有我受女孩子喜欢 当然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 我 我为什么呢 我不服 行吧行可以我认了 嗯 呃 想一个什么呢 哎这些都太 想个猛的 想个猛的想个猛的 嗯 杨门如果好好努力 将来也有机会成为阿迪达斯的代言人 啊 当然了 哎呦喂 这 所以 客户都在这里 换客户坐在这 给我一个 客户大家可能看不见 好 这个镜头后面的客户是这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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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好吗 哈哈哈 还要继续说吗 还有吗 还有吗 再再再说一轮吧 最后再让热巴我们再说一个狠的吧 热巴再说一个 对 嗯 阿迪达斯尼尔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品牌 哎 当然了 啊 听懂掌声 这个这个真的是 哈哈哈哈 哈哈 那就是 这个游戏基本上就是玩在这里面 然后因为 就结束在这了吗 那你想结束在哪一边 就是我看你这个把客户捧在怀里的这个嘴脸 就是你们看了这一季透口秀大费的话 哈哈哈 杨本恩在透口秀舞台上可不是这样的 哈哈 非常嚣张 非要要把甲方把客户当孙子 对不对 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嗯 我当时说呀 其实就是 哈哈哈 脱口秀有句老话吗 台上无大小 哈哈哈 台下全是爹 这个 哈哈哈 无论我在台上说什么 台下之后 客户 爸爸是我用 本来就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品牌 来 朋友们 买过牛的宝宝们 大家抠个1 我们公平要刷一刷 哈哈哈 让阿迪达斯知道他们有多受欢迎好不好 然后呢 其实我们直播间也是有很多礼物要送给 有福利的对不对 对有福利送给大家 希望所有宝们现在听好了 就是现在直播间 马上就要送出的是阿迪达斯牛蛋黄哥的联名款的产品 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就在公平上打一个字很简单 要 对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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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错 要 不是 要 这样呢 就是我和蛋总就是在会 天猫和这个抖音两个平台呢 会分别的截屏 对这样的截到我们前五名的用户 就会免费获得到这个阿迪达斯的 一个蛋黄哥的联名款的这样一个礼物 现在我们是一共有十个宝宝 就是我在天猫 你在抖音 这个时候 你看DK车巴长多好看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用在那儿看 我真的是想 我突然 没我这是一看广范的 哦 真的好 真的好 美丽 那我们请热巴给我们做一个倒计时 好吧 嗯 3 2 1 哎呀我锁平了 不好意思 我再来一次 热巴妈妈你再给我来一次 我接到了 我再来一次 3 2 1 哎 我也接到了 我们在这边 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获奖的 首先我先说天猫这边啊 我现在接到的一个叫喵木儿 然后还有说你是一个笨蛋 是第二个用户了 你是一个笨蛋427 还有就是C-A-O-Y-A-N-8-2-0-3-1-8 然后以及B-O-N-X-U-5 还有姜姜姜姜姜肉 我说了几个了 1 2 3 4 5号 这五位用户呢是获得了我们的 在天猫这边的产品 就是头五个对吧 对头五个 但我要展示之前我要问一下热巴 这个截屏 这个对这个截可以吗 可以 你赌吧 可以吗 可以的 人家热巴怎么拍都美 还是很美的 就是有点欢快而已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很高兴你们可能没有见过这么快乐的 DG热巴 好吧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五个人哈 嗯 今天今天星期八 小兴 关于二臂 爱做梦的小透明 独角 五个 好 公平公正公开 好吧 附送DG热巴美丽截图一张 那这些朋友们就赶紧来私信我们 就是没中奖 你们也不要着急 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抽奖 而且再一次提醒大家呢 我们今天全部的中奖名单 会在直播结束以后 在阿迪达斯尼尼尔的官博上公布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玩游戏 还有游戏 对 你们就全程关注着 我们在这玩着 一会儿就又再来一波 这里面有三十个游戏 三十个玩 没事儿 好吧 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在这做一辈子 这个直接打开了 第二个游戏叫做 恭喜你扭出了蛋黄哥的故事 你来讲 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们一会儿要设定一个情境 扔给我 特别帅 这个不能扔 啥都给你扔 但是他显然犹豫了 他犹豫了一下 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 就是我们会设定一个情境 然后我和李旦来编故事 那这个时候呢随时会有声音叫停 一叫停 下一句词就是由热巴来抽这里面的一个卡片 卡片抽到什么台词 我们就说什么台词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嗯 那来吧 嗯 那比如说比如说用举个例子嘛咱们 行了 就是比如说我跟热巴说 然后我说一句话你接 我就说我说 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个 李旦 哈哈哈哈 对 特别的香啊 就是 李旦得蒸的吃 这个李旦区别于鸡蛋和鸭蛋 就是就是要这样的这样的往下往下圆下去 好吧 行那咱俩来是吧 咱俩来咱俩来 那我来抽牌 对 我来个场景 那个呃 逛商场 然后呢咱俩碰到了 好 呦 这不是李旦吗 呦 您亲自逛商场呀 这话说的 哎呦我的天 哎呀这话说的 第一个热巴也得亲自逛商场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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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听说这个阿迪达斯啊 牛啊 跟蛋黄哥联名出了新款 的衣服 我就来看一看 啊这不巧了吗 我这不也是一身蛋黄哥吗 我出门前还想去问你来着 就是你只 好我来抽了 背面就是 我都看见了 哈哈 一起爬山吗 我本来想问你来着 一起爬山吗 是 是那个 那个就是整个这半年被用干了的那个梗吗 就是爬那个山吗 是 这是 我就真想把你推下去 真的是 烂梗你 我得说 哈哈哈 这我又不是张东胜 我就是买了新衣服嘛 然后爬发山 啊 不是那个梗哈 那个然后不是那个梗 啊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就是真的想和你约个会嘛 作为一个懒干 反正 反正 我的意思就是 作为一个懒干 反正都是要被你吃掉的 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懒干 怎么比这 这么恐怖吗 我们哈哈 我们是个美食节目是吗 其实我们不是卖衣服吗 我反正要被你吃掉的 嗯 哎呀我的天哪行吧 那你你我们继续看衣服好不好 这个蛋黄哥 就是咱们现在还在商场里啊 在情境里 嗯 你看我们蛋黄哥的这个联名款的衣服 还真的挺好看的啊 是我这个我这好多人在喘 而且就是卖的特别好就剩一件 那你下次再来买吧 这件我要了 不是凭凭什么就你要了 你就不能送给我吗 嗯 所以说爱会消失对吗 哈哈哈 爱不会消失 但我觉得你会消失 哈哈哈 我的爱呢 只会从一个员工的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员工的身上 这个我的爱是不会消失的啊 但是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嗯 就是你要这个衣服你有什么用 你不出门 我穿上蛋黄哥的衣服每天出门 然后让我们所有大街上人都看一看 蛋黄哥衣服多好看 我不出门我在家直播啊 好不好 我看那个好多网友看完了都夸我啊 先不说了我吃包辣条冷静一下 好多那个网友看完都说先不说了吃包辣条冷静 我怎么了 哈哈哈 说明你就穿的不好看 反正这个衣服呢就是我的了好不好 好 你就当做今天呀 就像是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的 你就当今天呢就是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的 我现在仿佛就是一场梦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吧 衣服你也买走了 那行 如果你要是让给我 我还能稍微有一点感动 哎 你要是送给我我更感动 你这么一说呢 我作为一个毕竟是老板嘛对吧 我也可以送给你 但是 我只是一颗迟早要给吃点的蛋 还有什么好努力的呢 好恐怖啊感觉 而且就是你这个词弄的我感觉好像 不光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还有一些 哈哈哈 发生过点什么对不对 我俩在争一件衣服就是 这是这是争衣服的用的词吗 那我只是一个很懒的很懒的蛋 是吧 早晚要被吃掉 早晚要被吃掉 嗯 那我就把你吃掉吧 现在接下来的词是应该这么来的吧 哈哈哈 嗯 嗯 鬼知道不想动 那这是该你说该我 该你说 鬼知道不想动 不想动就 就不用动 哈哈哈 但是我们接的还得动 那个爬山那个还爬不爬 不爬 不爬啊 其实其实就是是我爬山是真的只想爬爬山 然后拍拍照 然后真的再对你说一句 最后一句了 最后再说最后一句话 好再 你有蛋黄哥联名款让你成为这条街最亮的仔 哎 这就是我最想说的 终于说出一句人话了 对 不容易啊 因为其实刚刚热巴说的这些话 都是我们蛋黄哥可能会说的话 然后就是就是在产品系里面体现出来 比如说什么鬼知道不想动 然后 这是怎么体现呢 鬼知道不想动 就是 就是你为什么不动呀 就是我就是不想动吗 就是鬼知道不想动 对 对对对对对 挺好 是 鞋上也有一个很可爱的 嗯 其实每个产品都会有一些这种系列的小周边 比如说还有什么 如果如果大家买完衣服的话 就其实可以再就像刚刚我们三个一样 在这个衣服上面找找这个非常有趣的 蛋黄哥给大家留下来的小彩蛋好吧 我们可以再送一波福利给朋友吗了吧 又送吗这么快吗 送阿迪达斯对不对 行行那我们继续 我们为什么要替阿迪达斯省钱呢 哈哈哈 送的又不是咱俩的东西 可幸是送 行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播直播发放福利啊 然后大家已经准备好 我们呢这次新闻会再次送出超超超懒直播间的一个特别福利 是我的手中的一个蛋白毯 哎 这个蛋白毯真的是 什么 什么 蛋白毯蛋白毯 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会给大家上来 其实就是 手中的 哈哈哈 你说你怎么 就是 不过说幻觉 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这一条质感非常好的一个蛋白毯 它的形状是煎蛋的那个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是大家只要想要的话 马上在公屏上就打要字 然后对要赶紧给我们留言 同样的我和蛋总是在天猫和抖音两个平台 然后去截屏截到的我们各抽取前五个用户 然后大家就赶紧打这个要要就是蛋白毯 而且是包邮送到你家 你们好好啊 你们不要打打要就是要热巴就是热巴 不要要热巴好不好 想什么没事呢 你出去就跟我 哈哈哈 那我们还是 好就打要啊 就打要一个字要 要 打一个字要啊 我们还让热巴来倒数好不好 好 三二一 走 哎 我这边已经结好了 你先说我先说 我还是要问一下怎么样 这个可以展示吗 可以的 可以的哈 一定要先争得热巴的从意 嗯 来先给大家展示再来念 可以吗 我要多停留几秒 看清楚了吗 可以 哪个哪个机器可以看清楚一点 我可以走过来 没事 大胆的要求 提出你的要求 可以吗 屏幕都黑了 拜拜念一下啊 散散 尖尖角 骄傲 她说还爱我点 嗯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个ID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懂英文 还整个一个挺复杂的单词 invisible wings 啊 隐形的翅膀 是吧 我知道 好吧可以了 你们五个啊 我其实学到了 其实是要先时间 弹总 是要经过人家同意 然后一个照片再给个 当然当然当然 那你看你这个这么丑 你可以吧 哈哈哈哈 你这个八蛋怎么都好干 我这个呢 跟杰窟是没有关系的 我已经放弃了 行 那我也来可以给大家先看一下吧 就是天猫这边的五位 嗯 能够看清吗 现在 他们分别是 冲突兔 然后是刘小花花花花花花 你们的名字怎么都是这样的 迪迪的豆蹦蹦啊 就是 然后一膝一下 还有我的猫 你在哪儿 那就是我们这一共十位用户 然后 然后朋友们 然后赶紧来私信我们啊 再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中奖名单 它是在直播结束以后 会公布在阿迪达斯NEO的官博上公布 然后如果看到自己的名字呢 大家赶紧过来私信我们 当然了你们要是没出中奖呢 也不用难过 今天零点开始买阿迪达斯NEO的秋冬新款 只要满599就可以获得这一个蛋白毯一条 这是什么意思呢 送的是吗 送对 就是零点过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买了嘛 只要满599就送一条这个 其实相当于中奖 对 其实相当于中奖了 然后大家也别忘了给我们留言 就是你最想在超超超蓝直播间看到什么 然后一会我们就会开奖了 而且没准那个他们的留言就会被选中 对 所以其实买我们这个系列 就是今天零点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设计 就是肯定是今天零点 大家就晚点睡吧 肯定那个时候折扣很大力度嘛 然后还有送的东西 对我们后面还有很多 下一个游戏之后 就会曝光出更加力度大的一个折扣 好 我再去转扭蛋 所以我们现在踩的这个就是那个坛子的放大板 哦 是不是 是的 这个真挺好看 送这个就好了 这个好 哎 这个还挺舒服的 送这个就好了 哈哈哈 客户在后面 挺舒服的 对 来吧 恭喜你有什么可恭喜的这个玩意 哈哈哈哈 我也真的不知道 客户 客户跟我们调皮是吧 哈哈哈 啊 客户老师 我们什么工作还给我发一个恭喜你 哈哈哈 又可以工作了 哈哈哈 真是恭喜你 哈哈哈 第三个游戏 我们叫NEO的穿搭大混战 就是一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上 这次给李戴扔过去吧 你他特别是三个人才能接 这个就不必了 这个让杨本解决 对 我们这里面有三个箱子是NEO 然后呢 每个盒子里面都会有一些 对有一些很多不同的信息的卡牌 然后我根据三个不同的卡牌 抽出来一句话 就代表了某一个场景 哦 对我就出现在那场景当中 然后希望二位能就做一个穿搭的搭配 啊穿搭 对对对对 你让我给你做穿搭的搭配 怎么说 我就跟你这么说 幸亏阿迪达斯怎么搭都好看 哈哈哈 不然你就玩了 来吧 嗯 来吧 第一个 是 星期天下午 哎呦我天 怎么了 不喜欢星期天吗 我喜欢上班 不喜欢上周一 好星期天下午 星天下午 干什么 录影棚 哎这果然是工作 你看看是什么 工作安排给了我 我这么长 蒙恩收到了 可以去参加某综艺节目 当主咖的邀请 不可能换一掌了 哈哈哈 不要自己瞎念好不 不要出出来就换你念 我告诉你一箱子都是这掌 我告诉你 哈哈哈 我就要去当主咖 其实 请你为他搭配一套服务 其实我一开始说 接综艺节目还蒙了一下 但一说到主咖 可以去 那还能 那我们来搭吧 还是什么节目 我觉得我身上这个就特别适合你了 哈哈哈 不可以吗 对对对 我们导演组应该会准备给大家准备一些衣服 那我们可以到前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衣服 这都很好看 这怎么大家都好看 对就是我这衣服 你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搭一套吧 我自己也可以 对我也可以自己给自己选 我也选 我看人家潮人戴帽子都这样戴 为什么 你戴帽子不潮 不是 他们都这样戴帽子 为什么 我一直没理解 就是后脑勺有那么重要吗 都全保护后脑勺 他们都这样戴帽子 哈哈哈 他把天网来 哈哈哈 哎 他挺幽默 哈哈哈 又爸老师怎么突然忧我一幕 哈哈哈 来选一件这个 嗯 哦 我们是现在就选自己的是不是 对对 不是他挑 是给我挑给我挑 综艺节目的主咖了 主咖 这怎么穿都会好看呢 但是还是要挑一套适合场景 因为他确实怎么都好看 然后挑一个最适合的场景 固子 不过 确实是 我修好了 好好那 这这这 但是这是一个裙子来 哈哈哈 没关系 完全是5咖 我不穿都行 那个那我想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先把就这样吧 我和热巴的交给你们俩 嗯 我被这个衣架咬了一头 谢谢 好疼啊 嗯 这个 来吧 然后 那杨文文就要去换装了吗 那肯定不是我呀 我是主咖 我我得有三个助理得帮我 我试一下是吗 对对 我们一会会有三个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特别适合你 你戴一下吗 我戴就潮 那个热巴说是前面有头发就会潮 来我看看 潮吗 哎呀 这是咋回事 哈哈哈 我们我们不能把阿迪达斯的帽子毁了 哎 真的够蠢啊 对这样就潮了是吧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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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会还是不会搭 毁不掉 毁不掉阿迪的帽子不是一个人的力感可以毁掉 这个还放进去吗 一会就戴上就行 行 就我们一会呢 就会那个工作人员有三位模特 会帮我把这个衣服穿好 然后给大家去搭配一下这趟服装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老规矩 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 好好好 对我们可以回回在这边 我这个这频频率这么频繁吗 不是告诉我吗 其实坐这就可以了吧 你也你怎么真的不懒了吗 你这么勤快 我激动啊 行对 又要可以花阿迪达斯的钱 哈哈哈 大家应该记得就是我们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阿迪达斯的钱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超超超超懒直播间的推文 这个推文的最后给我们留言 就是说你最想在超超超懒直播间看到什么这个话题 就会有机会呢 把我们选中出来的留言去念出来 然后截止目前呢 其实我们已经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评论 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是什么呢 说他想看热巴现场模仿蛋黄哥的动作和表情 嗯 嗯 就是 哦这边 工作人员已经送上来了机会 不知道有没有 来吧 唯一难 哇 这个好可爱 我的天 真的想把它吃掉 好可爱 你模仿一下吧 嗯更可爱 这个灼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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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手 但我脸没有肉肚肚就没有很可爱 是的 这样 但是很美 哈哈哈哈 你自己没事摸下巴的时候扎手吗 哈哈哈哈哈哈 又不是学经理 就有时候这样一摸鼻梁有没有 哇 就是这种 就摸不去的 在洗脸的时候会挡住 有的时候 对吧 哦 感觉这个会分流 哈哈哈 对 哈哈哈 还有这个也很可爱 嗯 哇 是这个 哇 这是 我不得不说 不像 哈哈哈 这样子大黄哥 这长什么样 那得你来 我模仿 我模仿这个摆 那个相似度还是比较接近的 是吧 还可以 这个很适合 热巴可以看 热巴可以 嗯 他就摊在这里面 非常适合你 煮熟了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模特呢 一会就会把衣服换好 怎么样换好了吗 现在来看呢 当然是没换好 然后 我们需要再来一些 互动 互动 嗯 看看我们的 现在 已经换好了是吗 哦 他们已经换好了 我以为他们会主动出来呢 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的三位模特已经换好了衣服 请他到我们的台前来 看看这个上装效果怎么样 有请三位模特 哇 哇 人家戴这个帽子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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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外套还有一个很惊喜的设计 来这个麻烦麻烦亮仔转身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面的图案 很漂亮 很漂亮 对 而且这个衬衫呢 搭在里面就是这个小小的心思 还有这个鞋嘛 小白鞋 我们是同款 很百搭 但这个鞋 我们这次有一个小小的亮点 在这个鞋尾有个小小的蛋壳 来麻烦把鞋脱一下 鞋尾 不用不用看一眼 你就转过来 抬起来让大家能看到就好了 没有 是这个吗 在这边 看到了 对 有个小小的蛋壳 最后就是这个帽子 时尚又保暖 干净又卫生 很喜欢这个帽子 你看戴上就好看 好 真的 好 我戴上也可以 我是发型的 我来的这个 这位帅哥的是 谢谢 谢谢 我的做的一个搭配 其实 帅哥都有心理阴影 走得迫不及 一点都不想在这 这个面料不滑 这个不滑 对对对 因为 因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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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我们俩穿的其实是同一款 就是因为我觉得黑色嘛 实际上这是很百搭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这个版型其实是比较宽松 但是又不会显得那种很邋遢很软啪啪的感觉 而且它采取了一个这样的半高领的设计 会显得哎呀 我们这脖子也非常的优雅 然后猴杰什么的 是吧 对对对 猴杰这辈子没这么好看过 对对 主要看奥迪达斯你有的衣服才知道我有猴杰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绣管也很宽松 然后其实啊 绣管在这儿不好意思啊 绣管也很宽松 就是没有那种被束缚的感觉 而且呢 这个衣服真的是没有居住性 在一个修前 胸前是有一个蛋黄疙的这样的一个印花 就不会让这个衣服显得很闷 然后很沉 给这个衣服增加了一些俏皮的感觉 就是可爱的样子 出外工作不容易哈 也没有想到和这样是不是 你怎么不来安慰安慰我的 我其实也没有想到 对对对 好谢谢这位 谢谢 然后我们有请热巴 然后 咦 果然是一位女生模特 好 来 嗯 然后我搭配的这一套呢 其实衣服也是跟我这个同款但是比较长 然后又是黑色系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像我刚出道新人时期 如果要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话 会想要给大家一些穿搭的建议 我会觉得是要甜美一些 因为出道嘛 甜美 对对对 杨文恩跟甜美这个词真的是 也就是从你的歌里说出来了 我还能勉强接受 我愁苦 会让人感觉有一点甜酷的感觉 因为像这个裙子啊 包括它那个格纹的设计 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格子纹这样子的 而且平时我也会很喜欢穿一些扩形的卫衣 很舒服也很好摆搭 所以这件衣服其实跟我身上的是 对对我刚说过了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呢帽子也会显得很活泼 因为就是女生这样会有一个 不会有太有距离感 因为身上穿的会很深嘛 但是如果头上戴一个白色帽子的话 会让人觉得很可爱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技巧 就是大家如果要买卫衣 尤其是女生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大一到二码的卫衣 这样可以在里面进行再次的穿搭 比如说你可以在里面搭一个T恤 这样露一个脚脚呀 或者说你在外面套一个外套 就天冷的时候 然后呢这件蛋黄哥的这个卫衣 我其实是被图案吸引的 就是他这写着 我在哪里都是最美的风景 这句话就是自带一个C位的主角光环 车上绝对会成为焦点 而且这样的卫衣呢也会非常的百搭 下装选择也会特别多 比如说大家可以穿一个比较阔腿的裤子 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 然后像我上身的这个其实也是 就短的上衣也是一个女团风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穿一个稍微露点腰的呀 好的 我一定这么穿以后 我太专业了 说了好多呀 太专业了 现在被甜美给吸引了 谢谢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那咱们也再歇会吧 因为这个游戏还要玩一轮 再来搭一轮 这个好玩 对对对 还是他们三个吗 那你 你不在乎的不是我吗 你现在是 我很喜欢第一位那个小伙子 他们可能已经走了 我很喜欢他们 对 我们还 我想跟他互动一会儿 但我 我争取还是他们三个呢 我们应该这一次是 好 嗯 星期五的深夜 哦 哎 这个穿搭有点 刺激了啊 干嘛 然后干什么 在哪 天台上 你 星期五的深夜在天台上 深夜在天台上 少看球球吧以后 是是是 哈哈 哈哈哈 少买股票吧 我这是 杨蒙恩收到了心意已久的女神 我的邀约 哦 就是你暗恋对象要约会 约我的天台见面 是 你的对象是刘德华吗 你还在 我就像迪迪热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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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巴告诉他 说对不起 哈哈哈 我觉得那里可以找一个运动风的 衣服 看人家多会安抚我的心灵 真的 就是 解释就可以去跑步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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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完就可以去跑步了 就是我都不用见你 你就说穿着衣服走吧 然后 就是天 星 周五的深夜在天台上 女神跟你约会 对 对 其实 其实非常难得 因为女神 就首先女神约我约会非常难得 其次 在天台上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场所 是 我觉得热巴刚刚的建议非常好 因为这个天台上 他要说的话已经很明白了 嗯 就是他 我不喜欢你 不一定 怎么就是天台上就不喜欢我 然后这样的 你穿一身 一身运动装 你就可以 经典瞧的 是吗 你不喜欢我 啊啊啊啊 我就直接 就可以一直 哈哈哈 我穿一降落伞吧 天哪 不喜欢你 我就哇 哈哈哈哈 怎么一到我这就全是这呢 哈哈哈 那行嘛 那我们再选选选呗 应该啊 对 你们再再考虑考虑 再我们 你们再考虑 我们再考虑 看着选 哈哈哈 好 这次就是你们俩来为我来挑选了 嗯 哪里 还挺重 你们这活儿不能找着小伙子吗 真是 哎 这个咋 这个这又巧又巧 我刚才摸了两下 去强谷 嗯 这还有个白色的吗 那就这个吧 这不就我身上的吗 那我就我身上这个吧 好 哦 对 热巴刚是说可以那什么吗 可以 我来 热巴刚是说这个卫衣也可以搭 搭的船 对吧 高校办公 对 就是卫衣搭的船也可以 咱们试试这个搭的船什么效果 好了 嗯 好了 好了 我们让工作人把二位的衣服 我再看看还有吗 就这样吧 嗯 我怕那模特太热了 就这样吧 希望还是那位模特啊 我太喜欢他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 咱们先把这个撤起来吧 嗯嗯嗯 还是 挺沉的 在等待模特换衣服的时候 还是要我们在那个期待大家的评论环节 就是在打开阿迪达斯尼尔的公众号 看看大家最新有什么评论 然后我来看一条啊 哦 我看一条之后大家在评论什么 大家说的是 不做 可以做吧 可以做 坐吧 咱们这么懒 坐坐坐 我真的贯穿的懒 好 能能能能做的不占的 就是说 哇 说想让李淡 哈哈哈 想让李淡在直播间站一小时 不要坐着 哦 天呐 这我不是我不是我说的 这粉丝说的 你就站着吧 就是 不可能 哈哈哈 我心是好的 为了我的健康 对不对 但是我不喜欢健康 我就是 对啊 而且 而且我们在给大家报一个料 我们 李淡的这个办公室里面 除了有一张懒然沙发之外 什么也没有了 哈哈哈 你过几周 你无论谈试还是离职 你还是干嘛去那 你就得先躺着 对吧 嗯 有时候很尴尬 嗯 我有一次在办公室见客户 客户进来是站着跟我聊完的 就是我 哈哈哈 他说 我这样实在没法跟你谈钱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家站着谈嘛 哈哈哈 站着谈 但是 但是你你你会不会有有那种人去到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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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之后很拘禁 不会的 不会的 公司的人就还好 就是外面的朋友在正常的办公环境下工作过的人是很难接受我的办公环境的 但是你们这些不正常的朋友呢就跟我比较熟 我们是不正常的 没有没有他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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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因为他是我的我们公司的我们公司就没几个正常的我们公司 怎么样那几位朋友 应该应该换好衣服了吧 我们的模特 我觉得是他们已经走了 OK了 是应该是这样 他们他们不想再被这么取悦 对 然后我们现在请我们两位模特来上台 哇哦还是你回来 哈哈哈 你玩开心了是吧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还是由 但总先介绍他的这个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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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啥 你又见面了 哈哈哈 我现在介绍一下 我就是这个 刚刚听了热巴的建议 确实啊 唯一搭一个这样还真的对 还挺好看的 而且上海开始降温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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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特别想 大家也发现我的心思对不对 我已经身上有了一件就是这个 但是缺了 这个 所以结束的时候我能不能 拿走 哈哈哈 顺势带走 要不你去代言人呐 你就是你甚至是我的代言人 就把我的想法都说出来了 这个很好 很暖和嘛 里面有带绒的这个内阶 扛住 很冷的 秋风啊 当然我里面搭配的就是这个 我身上这件淡黄色 淡黄哥的这个黄色卫衣 这个颜色呢 非常 呃亮眼 在街上呢就稍微拿这个压一压 不拿这个压的话就会特别的耀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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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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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激动我说激动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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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裤子的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和整体衣服色调也很搭 对 反正天安好了我找了这个厚的外套 这里面这个也是防风的 对也是很暖和的 反正一会儿我就都带走了 你结束了你可以投诉它 就是我们不能被老板这么批为 真的是 哈哈哈哈 对不起啊 都是节目效果 真的 我们尤其 真的都是节目效果 哈哈哈哈 我感觉他 满眼都显得近 刻不及待的想跑掉 这是热巴的穿搭 我这一身穿搭呢 我是以一个比较温柔的颜色 呃像大家看到的这款淡黄色 因为最近也是觉得秋天嘛 就是江黄色啊淡黄色这样会很很温暖 穿着也会很舒服 所以这件和没有合作的淡黄哥的联名外套 这件衣服的手感也非常的好 它是那种 完全就真的是风进不去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自己也会很喜欢姚立荣的这种感 这种这种质感 所以呢 姚立荣也本身就是像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是一个流行的一个元素 毛茸茸也非常可爱 然后穿上呢 妈妈也不会担心孩子们会动着 对对这个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对 然后这件衣服的剪裁也有特别的设计过 里面的短的卫衣呢 是会让人整个比例就会比较的 比较的好 因为它短 然后会显得你的下半身像腿会很长很长 然后上面还有个小蛋黄 小蛋黄了 叫它小蛋黄 蛋黄哥的一个图案 真的很可爱 下身搭配的话 我会选择穿一个深色系的一个裤子 这样会有一个视觉的反差感 再搭配一些稍微动感一点的一些首饰啊 或者项链啊 嗯 那个之类的 对一大堆自己女生的一些小配饰的话 这样就会很时髦了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模特老师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回来坐着吧 我们 感谢 感谢 其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刚刚这几个穿搭的搭配的话 就是一定要记得在9月17号 零点天猫的欢聚日呢 就直接付款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我们最后再来介绍一下天猫欢聚日 我们旗舰店还有哪些活动 都是非常大的优惠 就从9月17号零点开始 零点 对零点 阿迪达斯NEO的和蛋黄哥系列的重磅首发时刻 这个时候只要你购买阿迪达斯NEO的蛋黄哥指定的秋冬新款的话 就可以获得满599 就会送刚刚的这个这个大的蛋白毯的小版 我可不敢说送这个大的 然后最后呢 还是要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这个蛋白毯 这个蛋白毯在哪里 我们再上上来蛋白毯 那个很可爱 对 那材质真的很舒服 我刚摸了一下 它放在哪用呢 孟安 你给说说呗 我其实以为它是个毯子 它是 这应该是 对 它其实应该就是放在地上 对 然后大家怎么踩都特别舒服 然后我不知道地上你们能不能看到啊 就我这样给你们展示吧 就是其实你想怎么泛滥就怎么泛滥 然后只要是你躺在这块呢 就是很舒服 它的材质也非常的软 如果你光的脚踩在上面就是 感觉像做了一个足底按摩一样 然后如果支持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优惠 就是在店铺里面很多优惠券 比如说满300减30满600减60满900减90 是不是特别好记 然后还有我们很多的每日的抽奖 只要你来签到就可以抽奖 最多很多产品可以最低低到五折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注册成为这个RD Club的会员 享受到很多的会员福利 但是你没几多会员福利就这些了吗 等一下 我有一个很重要 你也缓一口气 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 我发现客户调皮的小心思了 嗯 就是你注意我们身后站的三位模特哈 哈哈哈哈 有一位身上的衣服跟蒙恩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客户认为 有必要 再找一个模特站在这里 所以客户的用意是什么呢 蒙恩 客户的用意就是 无论你长成什么样子 只要穿上阿迪达斯这个衣服 都特别显气质 哈哈哈 我站在这儿跟模特没什么区别 我跟你讲 真的是 那那个他们站在这儿是有什么目的吗 就介绍介绍 就希望大家看到应该是 就我因为要卖这三款新款新产品吧 哦 嗯 那他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 那个 蛋白糖还回来 因为那边一直有人在招手 你给我 你把你的大字报给我 哈哈哈 你们干什么 蛋白糖还回来 哎呦 你们怎么了 你阿迪达斯 你们怎么了 你们要干什么 哈哈哈 你们 你们 你们是就是怕我这样的 然后踹兜里就走了 是吗 哈哈哈 就蛋白糖还回来 我们杨文威到底是 有什么气质让你担心成这样 哈哈哈 还给谁 还给谁 哈哈哈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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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妈呀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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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在客户心中是这种地位 哈哈哈 直接的介绍吧 对对 其实他们是哦 他们亲上其实还是有三个小游戏 哦还有对 是我们一个隐性的福利 也就是说他们每位模特身上 他是有就是我们在挑他的衣服里面 他们都有一个技能卡牌 隐藏的啊 对对对我们抽到这个卡牌之后 然后有对应的惊喜的盲盒 哎呦盲盒吧 对对那我们现在就是来找一下 三位这位 呃这位是 我肯定不要留给我 我要找那个那个朋友 滑的留给你 天哪 没滑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装作不经意的 哎 好啊真的真的 我找到了已经 啊这么快吗 啊对 我们这个 哇 我这个没有 他他他他他特别好笑 他偷偷的提醒我 他说在就在这个兜里 别别找了就在这 哈哈哈哈 你多多提醒我 哈哈哈哈哈哈 你 哎 应该还有一张吧 啊还有哈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他都在哪里 他不说话 他不说话 他可能已经丢掉了 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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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鞋里 鞋里鞋底 啊 是就是你说话 你的我都跪下了 我都跟你跪下了 我取个卡片容易吗 哈哈哈哈 啊没有哎 快走 你稳住啊 为什么你的这么难 太难找到了 这也太死了吧 贴到你们眼 哦 哎谢谢谢谢 好好那那我先来我的这个 这个我的这个 我们要放他们去休息吗 还是让他们还在这 因为我们这个 我给他挑那个那套真的有点保暖 哈哈哈 真的有点保暖 他已经有蒸气了 哦 让他休息了 你每一次靠近他都有蒸气 哈哈哈 你已经开始疼疼了 谢谢 谢谢辛苦了 谢谢谢谢 谢谢 那我们就接下来 逃走了 这太累了 哦我这是15秒读完所有天猫欢剧日的福利全益 你就可以打开一个帽子 我先来个简单的吧 这特别简单 行 10秒不眨眼就可以拆开忙 你这个谁能看出来你眨没眨眼 对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特别简单 有没有放大镜就是 好吧开始 好 10 10 8 11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让直播间的朋友们看 被眨了 看这个画面 哈哈哈这样的我觉得 这个游戏不应该让热霸玩吗 谁要看我不眨眼 你在干什么 我的其实也有点简单 我觉得 10秒内完成不同动作的五连拍 可拆盲盒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好来这个来吧 10秒 你等一下 你等 我把直播打开来吧 我以为你要接个电话了 吓我一跳 接个电话 我先学他这个吧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这样看呢 我真的是 你这样打 啊 嗯 一 然后 二 然后 哎 十秒之内 对了 三 没关系 多久大家都愿意 五 你有没有发现现场根本没有人计时 是不是 你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行吧 我的这个也很简单 15秒读完所有天猫玩具是福利权益 来吧 好 那我们计时开始 十 9月17日零点 是我们阿迪达斯尼尔和蛋黄哥系列 线上重磅首发日 购买阿迪达斯尼尔蛋黄哥指定秋冬新款 满599 增蛋白产同时还送超大电额优惠券 满300-60 对不起 错 满300-30 满600-60 满900-90 最后 今天加购的商品 大家别忘了在9月17号零点旗舰店抢拍哦 好 好 那我们把盲盒 我们分别对应的盲盒拿上来吧 就可以开了是吗 就可以开了 我的这么大吗 这是个盲筒吗 啊 啊 哈哈 我天哪 我想要那个大的 这 是这个 这个阿迪达斯不怕我拿走啊 我看看那不 我现在我的打开 你这个 哎 不会吧 怎么了 里面有你熟人啊 哈哈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哈哈哈 吓我一吊 对我 其实盲盒里面就各种不同的礼品 这个就还是 对啊 我们的这个蛋白毯 但这次 送他一个吧 真的 你快给他一个吧 这个吧也有变了个魔术 就是我们 我们会在这个 这朋友们在公屏上就打出蛋白毯 记住啊 蛋白毯 字比较多给你们点时间 然后呢 同样的我们是两个平台 各抽两张 那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人了 就是天猫有一个 抖音有一个 然后我们再次拿出手机来 那就让 还是麻烦热巴倒数 好 嗯 蛋白毯朋友们 这回不是药了 是蛋白毯 是蛋白毯 这三个字 你们先打一会儿字 因为有延迟 对 别打错了 蛋 是 蛋黄哥的蛋 啊 白 是白 是白举钢的 坦 就是 杨门偷毛坦的坦 偷毛坦 好 行吧 他们已经延迟可以了 已经开始了 再来一个倒数 嗯 好吧 三二一 好 哦 就第一个是吧 嗯 哎我可太难看了 这只有我 我这个朋友叫 蹬 蹬 蹬沙卡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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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波浪 你看一下 嗯 清晰吗 OK了啊 嗯 对 我这一位先给大家 我先念一下吧 是Y.S.H.A.R.O.N. 我就不念英文了 他可能也是法语 呃 大家看一下 Y.S.H.A.R.O.N. 大家能确认一下 如果看到的话 就是这两位朋友 恭喜你已经获得了 我们的这两个蛋白铲 好 是 还有两个芒蛇 那我这个呢 谁先啊我们 我可以啊 嗯 哦那就跟我一样的这个卫衣 也是送的是吗 对 我们送送送送多少这个 怎么送 这个就是 只要大家现在在公屏上打 李诞同款 这个四个字 其实是一样的 就在公屏上打李诞同款 同样两个平台 我们各送出一个 然后都是李诞同款的限量套装 然后还是请我们的热巴帮 帮帮我们倒计师一下 等一下他们有延迟 先让他们有延迟 李诞同款 李诞同款 四个字 打对哦 这次的蛋是李大的蛋 好吧 这次是要打对哦 好 已经开始了 来吧 怎么还有人在刷蛋白蛋 蛋白蛋 该是你吗 不是我刷的吗 来吧 三 二 一 好 我的这一个 嗯 太美了 你看美不美 真的 你自己每天照镜子 会那个难受什么 就是 怎么每天都这样 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太美了 来我看看这个是 提材敏感四个字 看清了啊 嗯 这位朋友 获得了 这件 我这个比较不好记 你们仔细听 因为他叫淘宝537530835 哈哈哈哈哈哈 这位用户啊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叫什么 但是你要着重的看一下 淘宝537530835 我们给 镜头前的朋友们看一下 咱们出来抽奖能不能有点诚意啊 朋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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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起就抽奖呢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盲盒是热巴的 哎 是什么 哇 这得哇一下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我要拿出来参与一下抽奖 这是两张签名照 没有 只有一张 这个这个就在这了 那应该是 好 恭喜这两位用户 获得了热巴签名照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关系 别别别别别 还是还是要给给给给朋友 大家已经很简单 就在公屏上打出热巴两个字 然后我们多给一点时间好吧 毕竟你的粉丝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截图给第一位粉丝送出福利签名 赶紧动动手啊 然后那是一共就是我们啊 你一个我一个 说清楚了啊 大家就打热巴两个字就可以了 我打一个 好 骂我们的说咱俩怎么能结糊呢 哈哈哈哈 你再骂真的 没有没有 我们一会让他再签看 这样不就完了吗 你那么没出息吗 哈哈哈哈 来吧 好 三二一 走 哎 可以哈这个也可以哈 嗯 这个名字还挺浪漫 是海啊 是 这个账号是注册在一生感慨之中是吧 那天突然走着走着 就是有这种感觉吗 旅游的时候小心一点 我这个非常巧啊 用户杨蒙恩获得了这个 哈哈哈哈 展示一下啊 哈哈哈哈 不是我真的 能不能在现场批批图 我真的不想送给他 他叫用户下滑线74134122 你们怎么这么多就不改名吗 小号吗 我真的不想给你们真的是 好我们仔细听一下这位用户 下滑线74134122 你看看也让他们截图 截图就能那种 我们不骗人 对上 好了吧 如果好了的话 那就太感谢热巴 来到我们这次阿迪达斯NEO的超超超懒直播间 最后热巴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最后的观众 是啊最后了 那咱们能不能停机了以后我们在这聊会儿呢 哈哈哈哈 这个就不用问他们了吧 真的是 还是要问客户嘛 真的 来吧那让上热巴有什么用 呃呃嗯 ієu的蛋黄款 不 tan黄款 Champior的蛋黄款 Yesterday 你有蛋黄歌联名款 让你成为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别忘记九月十七号零点开拍 零点哦零点 对 然后就是谢谢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请大家记得我十六八 谢谢 谢谢 你走了 哎我先撤了 我们先走了 你 libro 我不想跟你呆着 真的 拜拜 谢谢 谢谢